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两天前 这届美国国会新设立的 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召开了首场听证会 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为题 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段 对全美民众介绍并且说明了 为何应对中共挑战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美国为何要在这场关乎21世纪生死存亡的斗争中 和中共选择性脱钩 从1972年 李克松承认中共政权 结束了中共的外交孤立 敞开大门拥抱熊猫 美中开始接触建交 到1989年 天安门事件让美中的军事合作戛然而止 虽然在人权 国际安全等问题上 美国开始防范 警惕中共 但在柏林墙倒塌之后 美中之间的经贸合作开始跃上了台面 取代了此前双方联合抗苏的共同战略 成为了另一个守护美中关系的新的压仓石 再到克林顿时期 美国期望能够影响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促成一个自由市场经济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而支持了中共加入WTO 开放西方的科技技术等等等等 辞职51年 美国终于从甜蜜的魔鬼谎言中醒了过来 引用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的一段话说 美国错了 过去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 我们试图用各种好处吸引中共 相信经济往来能影响中国的改革 中共在嘲笑我们天正的同时 利用了我们的信任 那种一厢情愿想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这一席话对于我们这些关心中国政治 深知中共罪恶的真正的爱国者来说 无疑是让人感派激动和振奋的 国会以这样的方式宣告美国民众意义重大 美中关系可以说是自此公开进入了一个 以脱钩为主旋律的新阶段 随着美国政府向美国民众更广 更深的普及美中脱钩 或者说对抗中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预计一股更大范围的反共民意 会迅速根治成型 并且会更加的深入人心 这样的趋势也会在世界范围之内急剧蔓延 就像美国第一时间就气球事件 通报了40多个国家相关情况一样 美国的战略清晰 会逼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难再战略模糊 尽管我们以往是常说 全球其实早已经进入到了 围剿中共的联合态势 但是美国这样的标志性的宣告 会促使事态进入到旋风发展的速度 也会触及到更广层面的群体 我们是真的进入了人间反共的最后阶段了 你我可能很快就要成为 中共倒台的时代见着人了 突然感觉有点激动 你期待吗 期待的话呢 点赞告诉我 不过了话说回来 美国的选择性脱钩战略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共 促使中共倒台呢 这个战略的时间方面 可能是个什么概念 我知道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明两天就花两期节目的时间 从历史上唯一一个高度相似的案例 一方美国也是进行了围堵遏制战略 另一方也是共产主义集权的美苏历史当中 尝试来找寻答案 看看美国当年对苏联的遏制 多大程度的影响了苏联的倒台 苏联的解体 究竟是内部斗争的影响更大呢 还是外部的围剿影响更大 那如今换上中共 又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 美中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就结束了恋爱的蜜月期 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 中共成功跨过了危机 还举办了北京奥运会 开始在国际舞台上 是越来越自信 咄咄逼人的形式作风 开始显露出来 2016年川普总统上台 美中关系进入了重要的转折点 与美国而言 恐怖主义不再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而是与中共针锋相对的大国竞争 那么我们看从川普到现在的拜登 美国对中共都在做些什么 归纳起来来说 在经济上是通过贸易战削弱中共力量 压制中共在美中贸易不平等上越走越远 在军事上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军事震慑 提升了与台湾的政治和军事交往级别 以制衡中共的野心 在科技上制裁中共的国字号科技大气 技术脱钩保护知识产权 也是在压制中共的高新技术的发展 外交上广街盟友四处游说 截断中共的软性渗透 比如说蓬佩奥任国务卿使全球飞 劝说盟国禁武纪等等 这些动作简单的来说都是在为两个目的而服务 一 压制中共的发展 二 联合盟友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一个势力均衡的战略联盟 围剿中共 这种模式非常像历史上美国对另外一个政权使用过的战略手段 那就是苏联 我们都知道美苏冷战军备竞赛 但是冷战期间军备竞赛其实只是美国对苏发动的总战略方针之下的其中一项 当时美国对苏联动用的是一种大战略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 人类文明开始进入到工业时代 大国之间的博弈也从单纯的军队对抗升级到为 以中和国力为支撑的全方位的战略竞争 而最上面的顶层设计就为之大战略 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就是美国大战略的典型案例 而今天美国之所以用似曾相识的手法来对付中共 正是因为70多年前的大战略已经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 那么当时美国对苏联的大战略是如何形成的 这里面又包括了哪些内容 放在今天对待中共上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 其实美国并非是一开始就执行了最后那个 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大战略 而是尝试了多种方法 其中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对苏战略的发展阶段 在讲这个发展阶段之前 为了照顾尽可能多的朋友 我们要快速的回顾一下当时的世界格局 美苏之间的冷战种子 其实在二战进行期间就已经种下了 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深优被国际社会孤立 在练临的苏联被敌对的资本主义者包围的意识形态之下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 是有系统的训练了各国的共产主义分子 再把他们发配到各自的国家 在红军的支持之下抢夺政权 做大这些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势力 二战虽然是以同盟国的胜利结束了 但是盟国之间就战后的欧洲去从 国界的变更是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如何重建战后的世界秩序 就成了当时的美国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时候苏联是已经一一的将从纳粹德国手中 占领的东欧国家变成了东方集团的卫星国 从波罗的海到中欧 西方盟国虽然也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扩张 表示过担忧和质疑 但是当时并没有采取实质的行动进行阻挠 这个时候可以被视为是处在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是以罗斯福总统的大同盟思想为主导的 罗斯福的目标是全球化建立一个世界和平组织 以战时大同盟形成的互信和友爱为基础 努力去接纳苏联 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和平组织 为什么说接纳苏联呢 因为那个时候 随着苏联在东欧多国扶持共产政权 英国的丘吉尔是已经是苏联为最大的国安威胁了 但是罗斯福认为苏联还是一个可以结盟的对象 因此也才有了之后在亚尔达会议上 对斯大林做出的多项让步 最后是让美国和苏联就亚洲地区的权力布置 达成了多项协议 但是罗斯福拒绝支持丘吉尔对于欧洲划分的看法 但是这种战略是很快就被证明属于失败 随着亚尔达会议两个月之后 罗斯福总统的去世和苏联在东欧的步步紧逼 美国官员们开始意识到罗斯福的大同盟战略是不行的 那么对苏战略的调整就势在必行了 这个时候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 杜鲁门总统早期的胡萝卜加大棒战略 怎么说呢 杜鲁门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友好 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回报 那么美国就该要强硬起来 通过经济上的租界法案加上战后发展的援助 以及原子弹威慑这两张牌来胡萝卜加大棒敲击苏联 但是也没有起到效果 因为一来由于苏联当时的经济体量 美国的援助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重要 二来杜鲁门期望着要威胁震慑苏联的原子弹 早都被苏联间谍掌握的一清二楚了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 说斯大林当时对美国的原子弹发展情况 比杜鲁门了解的都多 所以面对原子弹的威胁 斯大林并不当回事 就这样杜鲁门对苏战略也无济于事 这个时候最后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大战略 就要登上台面了 1946年美国政府要求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官员 George Cannon 就苏联的不合作和反西方的言论来进行说明 那Cannon就借此机会撰写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长文电报 这就是著名的长电报 提出了对苏战略的顶层设计 遏制战略也叫做围堵战略 遏制战略指导了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对苏战略 和今天美国对中共的战略模式非常相像 在Cannon的长电报中 他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外部环境进行了深入有间谍的分析 为了二战之后一场新的战争冷战 提供了美国对付苏联的多项策略基础 在长电报发表之后不久 丘吉尔就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 呼吁英美联盟共抗苏联 拉开冷战的序幕 凯南的遏制战略 我们从三个大的框架来说 包括凯南对苏联内部外部的观察 以及凯南给美国的应对之道 第一是凯南对苏联内部的观察 包括三个小的层面 其一是苏共的世界观 凯南认为苏共对于世界事物的看法 有一种根源的本能的不安全感 就好比列宁说过 苏联被敌对的资本主义者包围一样 斯大林是视苏联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认为苏联应该将资本主义包围圈 转换为社会主义的包围圈 早在1925年 斯大林就说过 他对国际政治的认知就是一个二元世界 其中苏联扮演的角色 是要吸引其他国家迈向社会主义 而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同时吸引其他国家迈向资本主义 这种过程中的世界就像是一个短暂稳定的资本主义体制 最终会走向毁灭的过程 这当中的野心和他的终极目的 竟显无一众目昭彰 而这种不安全感 罗斯福是认为主要是来自于外部 因此罗斯福觉得只要努力接纳包容苏联 互相取信就可以缓解苏联眼中的外部敌对势力 从而消除他的不安全感 进而实现罗斯福的大同盟理想 但是凯南的观点和罗斯福完全相反 凯南认为苏联的不安全感产生于内部 而外部威胁的不安全感是从属于内部需要的 内部的不安全感让苏购把国家推上了军事竞赛 来为他内部虚弱的政权去提供外部的安全保障 因此除非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世界的尽头 否则苏联是没有办法消除那种不安全感的 我在讲凯南对苏联的分析时 朋友们可以一条一条的在心里比照一下中共 而苏联的这个内部不安全感又源于第二个层面 那就是苏联害怕他的遮羞布因与西方的接触而被扯下 在苏贡之前 共产主义在西欧酝酿了半个世纪都没有结出个果实 为什么在苏联站稳了脚跟并且大放异彩呢 因为在列宁做的那些肮脏事之后 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成了苏联的遮羞布了 苏贡不能够没有共产党 他要保党来维护他道德和思想上的道貌岸然 所以苏贡害怕外国渗透 恐惧西方与自己世界的子民直接接触 担心俄国人会在了解真相之后扯掉他的遮羞布 第三个层面呢 就是凯南对苏联内部社会的发现 他认为苏贡的路线并不能代表俄国人民的看法 实际上民众对苏贡的路线有抵触 而支配苏联行为的根本不过是独裁者的个人喜好 还有斯大林本人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这是凯南对苏联内部社会的观察 那在外部上战后苏贡对世界的理解的最大特征 他发现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 而在外部上凯南发现战后的苏贡对世界理解的最大特征 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 因此就必须要竭尽全力提升苏联在国际上的相对力量 不错过任何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机会 只要有机可乘 那就要填满世界权力板块当中的每个角落 除了这一点 凯南还发现苏贡与纳粹德国不同 它既不模式化也不冒险 只要遇到强大的阻力 苏贡是可以随时退却的 所以这就引出了第三个框架 美国的应对之道 在实际政策的实施上 可以整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直接遏制苏联的发展 作为苏联的对手 那美国只要掌握足够的武力 并且显示准备动武 实际上是用不着动武的 因为苏贡会直男而退 双方也不需要全面摊牌 这就体现在广为人知的军备竞赛上 但是实际杜鲁门政府的后期 美国当时是处处遏制苏购 这样的战略和最初凯南的战略制定 还是有些微差别的 凯南是偏向于有取有舍的围堵 而非是处处围堵 因为那会分散美国的资源 这一点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那另外一个应对之道 就是要组建世界范围内 势均力敌的力量联合压制 这又体现在战后美国 对西欧国家的扶持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环境之下 德国和日本基本被毁 英国也是元气大伤 雅尔达协定将苏联的势力扩张到了中欧 那如何抗衡红色帝国 美国首先做的 就是要扶持英国的复兴 并且还得要托起欧洲的力量 以便制衡苏联 那么要托起欧洲 就离不开 要让德国的经济起此回声 因为只有欧洲恢复了自信和繁荣 才能够实现势力均衡 在最近的地缘政治之上 与苏联势均立地 所以就发生了我们后来看到的 马歇尔计划 欧洲共同体概念的出现 这都是凯南遏制战略之下的 具体政策实施 假如这里 凯南对苏共的观察 替换在中共身上 几乎完全符合 而凯南为美国制定的遏制战略模式 和今天美国对中共寄出的策略 也是何等的相似 但是中共并不是苏共 中共比苏共还要狡猾 恶毒的多 在中共统治70年下的中国社会 和当年的苏联社会相比 也是有着深层次的差异的 那么凯南的围堵战略 对苏联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呢 苏联的倒台与围堵战略 又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呢 倒台之前的苏联 是个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状态 和今天的中共相比 有哪些相同 哪些不同 如今美国再用围堵战略2.0百 来对付中共 可能又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能够促使中共倒台吗 下期节目 我们来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好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朋友们记得订阅哦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哦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明天同一时间 会发布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